数位转型 你行不行 大家好 我是Bella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由台湾数位企业总会所起播执行的Digitalk节目 今天我们来到第十集咯 我想过去20年呢 全球的一个世界高速运转 其实企业都开始面临了非常多的竞争 尤其去年2020年开始呢 整个的一个情势演变其实也更新的剧烈 从新冠疫情到地缘政治的一个剧烈冲突 再到2050年的一个近零看牌的议题 甚至最近呢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就是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一个反声音现象 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开始意识到 在过去呢 黑天鹅可能是久久才会飞来一只 灰犀牛可能偶尔才会出现在平原的尽头 但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管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 可能都会成群结队的向我们袭来 甚至组成陆海空的联合战队 让我们催不及防 只能被楼令践踏 当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呢 所有人可能都会被伤害 只是程度的深浅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要比谁能够恢复的更快 因此最近呢 任性企业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 当企业面临各种的突发危机时 怎么样能够存活 持续成长 甚至呢超越竞争对手 最关键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呢 1861年就创立至今 已经有170年的历史 被全球公认为玻璃巨人的康林显示科技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呢其实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 康林显示科技中国区的总裁 曾崇凯曾总谈谈康林怎么样 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呢 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康林的秘密 欢迎曾总裁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 康林在这100周年来 怎么样来面对很多世界的挑战 很多预期与不预期当中 我们如果能够走过的 那我之前是担任台湾区的总经理 那也在美国商会这边也蛮活跃的 那我现在被指派任到中国区 来担任中国区的总裁 及总经理 同时也是整个Display的目前的行销长 那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那也能够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发现 跟成长 那其实康林呢是170多年的公司 那很多人知道说这是一个 这是要做玻璃的 那事实上康林过去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隐形冠军 那各位每天所碰触到的很多产品里面 都有康林的影子在里面 包括一开始我们其实是从1879年 跟爱迪生一起合作 挖8名灯泡至今 包括现在的Display 手机 Notebook TV里面的面板玻璃 以及各位手机上面所触碰的玻璃 每天都有康林的影子在里面 在你汽车绿讯器里面 还有每天我们在做Wi-Fi的光纤里面 其实都有康林的影子在里面 所以我想康林就是 就是我们非常熟知 所谓隐形冠军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研发的领导者 康林其实刚才你说过 我们是1851年就在就最近设立了 那我们在永远康林州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 那全球目前大概5万多人 那营收大概今年 我们昨天才刚发说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做超越 那个比去年更大成长 然后第三季也创造历史的新高 所以这我们也是 一直在往成长的路上来走 那我今天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百年企业 如何能够在每一个世代里面 经过很多的不同的历练 那我们一直都是以所谓材料的研发自居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要做到什么不同的V2C或V2B 但是我们一直是以材料研发者的角度 来自居 这是我们策略定位 既然是以研发为主的公司 我们用研发来驱动我们的成长 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就相当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其实百年来 我们都是透过研发来驱动的 那研发来驱动 我们是其实我们在康宁小镇 另外一个山头 有一个苏立文的一个研发中心 那来纪念我们的实验室的创立者 苏立文博士 那里面有大概2000多位的 研发博士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在里面随便问说厕所 往哪里走 那个人都是博士 所以其实我们非常仰仗这个实验室 带给我们很多创新的一些能量跟动能 那我们实验室不只在康宁纽约 我们实验室也分布在全球各地 包括苏联包括法国等等之类 台湾中国都有 好我想整个康宁在发展上面 有一些面对整个局势变化 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心法 那尤其他对整体经济的一些了解 这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 我们康宁那时候股票成绩 上升到200多块 就等于现在特斯拉这样的一个标股 但是也因为我们扩充太快 Fiber的一个.com bubble 结果我们股票从200多块 上升到1块钱 所以从此之后呢 我们公司面临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 几乎快倒闭的情况之下 重新再爬起来 从此之后我们公司就知道 我们必须对虽然我们是做最上游的材料端 但是我们必须对最下游的市场 有充分的了解 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VU 都有一个非常坚强的 所谓的的市场的研究团队 然后希望能够对终端市场 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些掌握 所以我们都会做每年Rolling 5年到10年以上的一些市场的分析 这是我们对于整个市场掌握很重要的 另外我们也对长官学员的一个 很多的资源 那各位可以上我们官网去看 尤其我常跟我很多业界的朋友分享 你看我们董事会成员 其实就相当的坚强 你可以看从董事会 这些董事的背景跟业界 如何多元化的 然后来帮助百年企业的成长 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另外跟所谓的 外面的顾问公司跟学界的一些联合 那我想这个都是很多 外来的和尚总会链接 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一些input 所以长官学员这块 其实也是我们在 在那个整个百年在转型的过程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input 那另外我们待会跟各位讲的是 我们建立一个完整易懂的策略架构 为什么完整易懂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只要对我们员工沟通 我们要对法人沟通 所以完整易懂的策略交过去就相当的重要 那另外除此之外 因为要能够执行 要能够管理 要能够管理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数字的管理系统 所以这待会要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们具备了以上的一些条件之后 我们就要有效的执行对内外部沟通 那让员工跟法人都对我们相当的信心 那我们有 另外我们在人才方面也相当的注重 那这个包括未来数位人才的转型上面 我们也在上面培养相当相当多人才 那尤其像台湾 我们在数位人才转型上面 我们甚至要求主管可能都要对Python 都要有些了解 不然工程师写的语言 会跟我们主管的语言是没有办法 match 所以我们甚至在未来核心人才上面的 一些培养上面 也会把数位人才放在我们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重点里面 另外一个很特别是 我们是走过这么多风风雨雨 跟公司会计将倒闭的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知道每次度过危机 能够帮我们撑过危机的就是手头的现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康宁在整个现金的水位上面 是相当的丰沛 那也就是希望 因为未来遇到不管黑天或是灰犀牛 那有现金就可以帮我们安然度过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在我们整个企业观点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那另外就是很棒 这待会儿我会再跟各位来说明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策略架构的一个 理论基础 所以我们把X走 我们把称为叫return shareholder 那如果没有return shareholder 我们股价就会 就会比较没有办法维持 那股价没有办法维持 就容易被秃鹰所袭击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X走 所谓的return shareholder Y走叫做我们成长的动人 所以我们这样一分两个 就两个走就会有四个向线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理论的架构 我会跟各位讲 从这样理论架构之下呢 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右上角的 那个所谓的成长巨人 那我如何能够成 又能够快速的 而且长期捋转我的 shareholder 同时就又能够维持我的 那个企业高度成长了 我们每个quarter或每年 我们都会把自己放到 这个四的向线里面 看我到底属于哪个向线 那来呈现我到底要往哪个方向 来做改善 所以因此我们就会从X走跟Y走里面 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一个叫做 那个capital allocation framework 跟Y走所谓的那个 那个研发的一个 framework 那我们先看X走 那X走的部分就是我们财务上面 我们如何来规划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左边就是我钱从哪里来 右边我钱要划去哪里 这个里面都有数字 我是把数字拿掉而已 所以左边就是我上一期的 现金有留多少 加上我的每个事业群 要贡献多少的营收 以及我的买卖 我事业群的买卖之间 我到底贡献多少 以及我的举债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从现金的来源 右边就是我要划去哪里 那gross的部分 下一页会讲 这gross部分就是说 我到底要把钱发在研发的哪些部分 要花多少钱 这后面都是数字 那我要长期的回馈 回馈给我的股东 跟我的那个买主 所以我长期我三年到五年 我每年要回馈股东多少 这个要我们有一个很厉害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我们那个BU 要努力去帮忙 总公司去呈现这样的一个 承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目标 那接下来当时我手头现金 要总共要花去哪里 要保留多少 所以这个input跟output 就是我们所谓财务规划的framework 那我们每个每一个定期 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后面的数字 我们来来去做我们的measurement 那我们看过我们X走 所谓的那个financial framework 之后我们看一下Y走长什么样子 那这一页我要特别跟各位分享 是我觉得美国公司在策略管理上面 还是蛮有一套的 他可以把百年的企业研发 到底我可不可以用很简短的方式来呈现 像康尼是用345的这个方式呈现 那35是什么35就是一个是3 3是那个我的核心技术 那4是我的竞争平台 那5是我的那个市场 这个是康尼独有的 所以所谓策略的第一台 可以告诉我们说 那个要独特性 那你看35就只有康尼是用 他是在别的公司是用不到 所以我想这也是康尼 经过一百多年很多 催炼出来的一个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一个策略的一个framework 那3是指什么呢 现在三个核心竞争力呢 3D包括玻璃技术 包括光学的技术 包括我在CELAMIC 就是我陶瓷的技术上面的一些know how 那这些是我对于材料的 基本基础科学的研究跟掌握 跟特性掌握 那这些基本知识是没办法卖钱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延续我公司的发展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 那个制造平台来帮我把这些know how 变成product 变成产品 所以我有四个生产的平台 就是我的专利 包括我的超市 我的那个异流技术 包括我的那个机密加工 他包括我的压住技术 这四个就是我们目前非常 对康里来讲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基础 就是我如何把我的know how 从左边做成产品 有了产品之后我要卖去哪里 就卖到右边五个市场 包括那个光通讯 包括消费型市场 包括Display 包括车用 以及包括那个生命科学 那这个就也展展展展现出整个康宁 在未来研发的一个 一个portfolio跟framework 问题来了 那到底我钱要花在哪里 是未来未来几年 我们希望百分之八十的钱 研发的钱 我必须花在这三四五的排列组合 换句话说我要把钱用在刀口上做研发 所以我的80%的经费是要花在三四五 这个排列组合上面 待会会跟各位举两个例子 另外部分 我希望百分之二十可以做破坏式的创新 所以我有帮我的VU做提升 我有做未来更长期的一个创新 所以八十二十法则的一个分法 我想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分类 好那我如何帮助我的VU能够成长呢 那我80%钱怎么花 那怎么去做brainstorming 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 一个问题是说 那我们各位手机上面的 那个保护玻璃是抗瓜 而且又不会破碎的一个玻璃 那如果玻璃退了 那我就换表面玻璃就好 那有没有什么玻璃破掉 对生命会造成威胁的 这样玻璃才有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就想出 所以我们就brainstorming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 如果我把现在手机上的 消费性产品的玻璃 跟我车用 因为车子玻璃破了会出事 所以我们就想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意脆的玻璃就会有价值 所以我们就 它冒出一个我们新的产品 就是车用的一个车用玻璃 那这排除了出来 就变成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我们2017年在CES里面 我们自己做的一台 全部用康宁产品做出来 一台可以开动的车子 那车子不只是车窗玻璃 用康宁的玻璃 包括车子内装玻璃 也是用康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未来 未来包括电动车或是柴油车 汽油车 单油车的情况之下 里面的内装是越来越分歧 越来越有弯曲的 然后有很多人形状的 所以这个也是康宁未来的发展重点 不只是车窗外面的 也包括车窗 车子里面的一些创 这种创新 那我们有些空缩 就是冷湾的技术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 所谓不同形状的车子的 一个内装玻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点 除了车子玻璃破了 会有一些肯胜之外 医药上面的玻璃破了 其实也会对生命造成危险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去找我们的客户 医疗客户 那个辉瑞跟墨沙东 在美国的我们的客户 那这一页就是 我们跟我们客户一起 研发出来 这个所谓的疫苗的罐子 这2017年 我们其实在川普上任的时候 我们就把整套的仪器 带进整个白宫 然后在里面做实验 左边是那个 那个一般的目前的药罐子 那硬压大概几十公斤 就破了压力 右边就是用我们的药罐子去压 然后我们总裁 还特地拍拍川普的肩膀说 现在是展现男子气概的时候 力压 四百五十几公斤 结果发现还都没有破 所以这个就一炮而好 因为他们发现 原本的一些疫苗的罐子 在生产过程里面会发生碰撞 会有一些小crack 然后在运输过程里面 他就会造成所谓跟空气的混合 混合之后 就会造成所谓的那个变质 所以他就要回收 所以在很多疫苗运送 要高温低温 在很多很多气候不良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发生 会对生命造成很大的风险 所以 这个产品刚好解决他们的问题 好那这一次 Event之后 这个这个 这一个产品出现之后呢 我们 一个很好的公关宣传 这也是 这也跟各位分享 这后来之后 我们就变成很多免费宣传 因为CNN那个很多电视台 就免费请 就来请我们总裁去上电视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免费的宣传 那更有趣的是 结果发现2017年之后 2019年发现那个2020年 还有那个COVID 那个新冠疫情的发生 结果这个这个品质就变成 或者美国政府很大的抑注 那我们从政府拿不少的钱来做 来做扩厂 然后赶紧生产 那其实这个也是康宁一直很自以为傲 的是我们不只改变人类的生活 我们也改变人来保护人类的生命 所以我们其实在总裁的谈话里面 我们提到我们在新新冠疫情当中 我们也参与了在整个防疫过程里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力 好那另外20%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很专注未来的一些创新 那20%破坏的创新里面 我们就想说刚刚我提到说 那个玻璃的有些粉层 那粉层是非常微小的 那我们想说那这个微小的粉层 可以拿来做什么 那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粉层里面 我们我们度上同一架的 同家一架的那个coating 它就变成所谓的抗菌材料 所以那加的成分的高多寡 就会决定它可不可以 杀死不同病毒的一些配方 所以我们也也研发所谓 这样的一个所谓 可以添加在油气里面的抗菌 玻璃穴 玻璃穴粉末 我们说玻璃粉末 所以这个目前已经上市了 那也今年获得美国的创新大奖 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 所以抗菌其实在很早之前 在在COVID-19之前 就已经很多的类似产品研发 结果就发现COVID-19一出现 刚好可以成为在防疫过程里面 保护人类生命 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这个是我们当初意想不到的 但是其实我们都在我们的 研发的pipeline 跟pipelium里面 其实都有在做这样的努力跟呈现 所以我们也都很以身为抗菌能为荣 因为我们都参与人类历史的改变 那我刚提到的是所谓悠默 那其实这么多的过程里面 到底康宁如何鼓励创新 康宁是不只鼓励创新 是鼓励创新的前提 是要鼓励失败 因为创新的过程里面就是失败 那其实失败很多时候 我们在台湾就会被指责啦 被上面的抱怨 但是这个是什么 万圣节快到了 康宁每人万圣节的时候 都会做所谓杯子蛋糕 你看上面还有RIP还有墓碑 还有那个流血淋淋的手指头 这都可以吃的 那我们就会在大会厅里面 然后把用杯子蛋糕 来纪念每一个失败的产品 跟project跟专案 然后呢就会请那些专案的管理人员 来分享他们如何 把这些专案搞垮的 然后我们大家互互分享 这些心法 所以这是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 来成来鼓励失败 然后从失败中学习经验 然后为下一个成长做一些动能 跟能量 所以当很多公司讲说 我们鼓励失败鼓励失败 可是事实上 你怎么去鼓励失败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用很幽默的 然后用很幽默的方式 来让每一个失败的产品 能够用很幽默的方式 来做分享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鼓励 同仁在尝试不同 放新的过程 那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 也跟各位做分享 最后我想我来到 除了总部这边整个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研发 跟领导我们往前走之外 我们也不忘记在地耕耘 那康宁在台湾的这个投资 也超过50亿美金 算是台湾目前最大外资之一 那不止外资 那个最大外资的投资量之外 我们是布局最完整 一般外资在台湾 要么是那个office或是工厂 但是我们有研发中心 还有两个 我有research 我有development 我有制造中心 我有工程中心 我在台北还有Hackwater 所以我们布局最完整的一个 的一个公司 这在台湾这边来深耕 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承诺 那我们在台湾也做很多些少的活动 来落实ESG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五四二十五个四 刚好20周年 所以康宁在台湾落地20周年 也可以为这样过去的一个经营 能够化效一个非常好的里程碑 所以这是我快快跟各位分享 在台湾做很多事情 最左上角其实我们不只做很多的社区 服务之外 我们还是一个台湾 营业秘密创始协会的创始会员之一 那也希望为台湾的营业秘密保护 进非常大的心力 包括修法 包括训练法官 跟训练那个检察官 如何办案等等之类 所以我们即使在整个 不管是在社区 或是在整个法案 创新的环境下面 我们进的非常非常大的心力 好那这是我最后一页 我想跟各位讲是说 让你每年把营业的8到10% 都放在创新研发上面 那创新研发是要有新法的 是要有步骤的 这样才有确保我百年走的能够顺畅 好那我随时调整 三四五是这几年的最新的一个 的一个新法 但是我们随时会做调整 所以拥抱科技 那我们才能创新能够持续 那个 持续有动能 然后另外是我们要管理的方法 管理心理法 让这个科技才不会 变成是一个散沙 然后变成乱枪打鸟 另外要在地经营 那我总部在地互相配合 能够让整个创新董事 不管在地区或是在公司 都能够开始上业 也致敬我们一份永续的责任 非常谢谢曾总裁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 聊天室里面的朋友们问的问题 以及他们在事前报名的时候 就提出来的 大家大概都会聚焦在想要知道 康宁怎么做好数位转型 或者是低碳转型的议题上 那刚刚其实您已经有提到 就是说在数位转型的部分 包括康宁的高阶主管 甚至连 Python 都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面对将来大家 其实都一定要面临的 这个低碳转型议题 康宁怎么看这件事情 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布局 好谢谢 谢谢贝拉 那我想还是 这两个问题来回答 第一个是数位转型的部分 那数位转型 基本看您还在开始的阶段 我们其实很早就在讨论 可是最近比较长度的进展 那我们是直接设立在CIO 就是我们资讯资讯长下面 我们有成立一个办公室 在做数位转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然后在在local推 那我们除了培养人才之外 我们corporate也会在每个BU里面 去发掘好的case 然后做分享 那其实台湾做的还蛮前面的 所以我们也配合政府很多的一些 总指方案 然后来培养我们内部的人才 那目前也看到一些 还不错的成效 那我们也跟我们科学做一些合作 那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持续在摸索 那我想目前还是在 属于人才培养的阶段 那还没有真正到所谓的 整个那个数位转型的那个进程 到最后面进程 我们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另外有关于那个减碳 那个碳中和这个议题上面 我想我们尤其 我们在制作剥离过程里面 都是高耗能损耗的产业 所以这个我们都躲不掉 那康宁今年刚好第一年 我们发表的所谓永续白皮书 就我们年报 所以各位可以 各位可以去我们网络上看一下 那我想康宁想要做的事情是 之后再做很多的一些什么 什么碳中和 然后一本是说什么什么 那个玻璃的回收啦 循环经济 这个其实这个都 这个都比较比较困难 我们想要做的是 从最源头去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我们是业界 第一个发展出所谓 绿色玻璃 2007年我们就已经产生了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是因为面板要回收 其实如果玻璃里面就占大宗 那玻璃里面如果有含重金属 那我就很难回收 所以换句话说玻璃是 康宁是第一家 在整个制程里面 不添加重金属的 那重金属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重金属是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玻璃形成过程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如果不添加重金属 还能够成型 那这个就是一个努力 所以我想康宁在想要 我想要呈现的是说 康宁想要做的事 不是在后端在做碳中和事情 而是在前端 能够在制程改善上面 包括我的研发上面 能够从源头改善 然后降低我的能耗 这才是我们比较想要去 去发展的方向 那其实目前也都还在 一些研发阶段 然后我们希望未来 看到康宁在透过整个 刚刚讲的 这个研发的团队的努力 能够看到一个比较长组的进步 然后这个碳中和其实 是一个很长远的议题 但是说长也不长 因为很快就到了 所以康宁希望能够透过 刚刚讲的制程研发 包括我的产品创新 能够把整个我的耗能 往下管理 这样我才有办法 达到最后的目标 而不是从后面来做 做综合的一个处理 这大概是我目前的一个 这个整个方向 那也还在 在思考过程里面 那希望很快就会有一些 具体成果 那各位可以上我们的 网络上面看一下 我们的年报 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好谢谢 那我想从康宁的故事里面 我刚刚过来想到 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 就是能够生存到最后的物种 不一定是最强大 最聪明的 可是通常他们的 适应能力是最强的 像康宁一样 一个企业能够经营超过170年 甚至即将要迈入200年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绝对不会是年年风光 一定随时都在面临着不同的 在当时来说 其实是难以想象的挑战 所以从康宁的经验里面 我们就看到 必须要顺应时势去调整步伐 然后甚至在面对冲击的时候 要找到再站起来的方法 这考验的呢 就是百年企业的一个适应能力 还有复原能力 那我想总裁刚刚也提到 康宁的创新新法 包括目前的345 其实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面 用一个非渐进式的一个变革 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出来的 这就变成是康宁 为什么能够在这么漫长的 一个历史洪流里面呢 能够一直卓越 甚至就是我们讲的 基业长青的一个方法 那非常希望呢 今天Digitalk 曾总裁 跟我们的一个分享呢 能够替荧光幕前的大家 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 也再次谢谢曾总裁 今天特别从上海跟我们连线 并且祝您在中国一切顺利 荧光幕的朋友们 我们下集见 谢谢曾总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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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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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